丰收季即将来临,新收获的粮食将陆续入驻粮仓。 如何让丰收成果颗粒归仓,确保粮食储存安全? 记者来到中央储备粮太原直属库有限公司,探访大国粮仓中的科技感。 粮食进入库区后,首先要进行全方位体检,智能签氧机会进行均匀抽药。 检验员在样品分样后,对样品溶重、水分、杂质、不完善力、色泽、气味、储粮害虫、食品卫生等指标进行检测。 当确认粮食体检达标后,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 登记取号、签样检验、过磅称重、卸粮付款,粮食入库全流程实现了一卡通。 中央储备粮入库采用一卡通系统,从入门登记、签样、检验、检金、入仓,所有的信息都存储在一卡通中。 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通过一卡通查询详细的信息。 在签样时,我们通过智能签样机签样,通过这个不定点的签样,确保样品的代表性。 在检验环节,我们通过盲样检测,杜绝了关系粮、人情粮。 沿着粮仓外部的扶梯,登上约两层楼的高度,记者来到了粮仓检查门入口。 打开粮仓检查门,一股浓郁的麦香扑鼻而来。 仓内清凉干爽,贬地金黄,上千平方米的粮食尽收盐底。 电子测温,机械通风,内环流空温系统。 大国粮仓内科技感满满,内环流空温系统是保障粮食在智能空调房里健康度过四季的有效手段。 中央储备粮在储存环节上目前采用国内最先进的内环流空温系统。 我们在秋冬季使用机械通风,将粮堆平均温度控制在零下五度左右。 在夏季粮温上升时,我们通过启动内环流空温系统,将仓温控制在26度。 通过使用内环流系统,我们减少了凶增剂的使用,实现了绿色储粮,确保了储粮的品质良好,储存安全。 粮仓内,数千吨的小麦、玉米,如同一块块被切平的巨型蛋糕镶嵌在地面上。 仓内储粮深度可达6米,单仓储粮约7000吨。 通过对粮堆进行电子测温、视频监控全覆盖等智能粮情系统, 保管员可以及时掌握粮堆内各部分的温度、水分等变化。 粮情监测系统是保管期间最常用、最有效的测温手段。 保管员通过粮情测温系统每天对粮堆进行健康体检, 掌握粮堆每个部位的粮温变化,确保储粮的安全。 从2014年起,中储粮开始实施智能化粮库建设,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深度改造传统粮库, 安装高清摄像头、粮情传感器, 至今已实现智能化粮库建设全覆盖。 中央储备粮在舒适、安全的智能空调房里健康度过四季。